Hello 房屋及運輸局局長張炳梁宣布長遠房屋政策 將未來10年總房屋供應目標增加到48萬個 其中29萬個是供應房屋 還會每年檢討需求推算 不過有些租戶希望的租務管仔就不會推行 因為他說這個做法只會令租款供應減少 至於供屋供應 就維持在一般申請人平均輪候大概3年的目標 在資源許可之下 才會增加單身非獎者申請人的配額 以及會定期檢視申請人的入息和資產 剔除一些不再符合公屋申請資格的人士 要增加土地供應並不存在快捷簡易的方法 更加沒有妙法 一方面可以將土地改為房屋用地 或者增加發展密度 而另一方面 又不會對鄰近社區造成任何影響 要落實10年房屋供應目標 是需要整個社會同心同德 共同承擔 以平衡不同的利益和目標時候 作出無可避免的取捨和抉擇 政府說 解決房屋問題的根本 是持續供應單位 不存在其他捷徑 不過網民就說 新移民未鑽滿7年都可以申請 多多都不夠 如果不調整大陸的移民政策 加上他所說的目標數字永遠做不到 房屋問題是無可能得到舒緩的 亦有人說 原來政府幫市民入公屋居屋 但樓市政策從來都沒有幫過市民逃離公屋 向上爬住屋樓 真是覺得唏噓又無奈 先說到這裏 拜拜 拜拜